总裁郭台铭的夫人曾馨颖 肚皮又传出好消息了 那么今年年初 郭董才说她要拼马宝宝 那么现在平面媒体报导说 曾馨颖她大方的透露 她现在已经怀孕四个月 这个第三胎的预产期 会落在年底 13号出席晚宴 四个人合照 郭董夫人曾馨颖最为纤细 身材凹凸有致 人在韩国陪郭董出差 狗狗小妇一片平坦 完全看不出来 已经怀孕四个月 曾馨颖感性透露 这是上天给的礼物 12号带着一双儿女 到河滨公园 共享天伦之乐 曾馨颖身材匀称 没飘出韵味 其实63岁的郭董 跟39岁的狗狗 结婚将近六年 成功怀上了第三胎 在命令饰演中 郭董属虎 第三胎属马 代表三合 渴望带动运势 老三的这一胎 他只望到事业的一个 所谓的知名度 真正要望到财的话 是要到2015年 低于当初老大跟老二 出生的那个年份 是直接望到财的 曾经在鸿海尾牙 跟林志玲大秀热舞 郭董年过60体力依旧 饮食搭配运动 夫妻两一举中奖 在命令饰演中 生子不但能代财转运 儿子小虎跟爸爸差了60岁 象征成仙起后 国家运势有望延续 一甲子 还是一样 60几岁之后还可以生小孩 表示他的体力经历各方面 来领导一个事业来讲的话 他的精神体力是足够的 那这样子对鸿海来讲的话 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利盗啊 年过60如愿增产报国 无论是男是女 都是郭董的性感宝贝 东森财经新闻 中文报道